一定是那么完美 我刚刚说用一些电子的工具 像这样各方面的都可以帮助我们写一些to-do list 然后把它做好了就好高兴 然后呢calendar列出来 下面有一些很实际的方案可以帮助我们用时间 怎么去用 比如说把目标加入时间的限制 我们刚刚说了 给自己一些健康的压力 不要觉得说无限的时间去做无限的事情 把自己一些健康的压力就说 我要15分钟内把这个做好 我在这三个小时里面运动做好 这样呢你就有这样一个推动力去做好 而且呢把最黄金的时间做最重要的 这样你的效率就很高 不要等到半夜没有精神的时候 然后呢给这个两分钟的规律 就是说一些小事情两分钟可以做好的 搞定的马上做 这样高兴的补得了 就是把一些事情容易的又有果效的 而且呢我刚说12鸟 13鸟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然后我给你一个最近疫情的例子 15鸟 感谢主 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同样事情有五个利益 第一就是我跟先生抽时间去看中国的电视剧 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看 结果看了怎么呢 第一是我们的约会彼此的交谈 第二利益是认识中国现在发展的非常impressive 我非常欣赏认识中国的价值观 有五个利益太棒了 那我想不一定每个事情都是这样子 可是鼓励我们有创意 求神帮助我们 回到说工作 哎 艾伦你说 对着你刚才谈的一点 正好有这样的问题 我就想 刚才你谈了很多你自己的工作 各方面的还加以的教育孩子 这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说你们夫妻之间的教养孩子 在各自的忙事业的时候 有没有冲突 你们之间如何平衡的 谢谢 好 在工作的时候33年非常忙碌 我也承认我是workaholic My name is Elaine Kung I'm a workaholic 那神也在当中 招养我很多 那在家里面呢 也是很紧张各样的事情 那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的 可是感谢主 因为我们已经是很久的基督徒 然后也知道是顺服神 也顺服圣经 然后我也学习很多夫妻关系的 也知道吧 先生是尊重是家里的头 那我也是有我的建议 那我学会我们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要先夫妻讨论好 然后才给孩子去分享 而不是在孩子的面前去争吵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夫妻跟家庭的关系 都是我们怎么好好用 我们那么少的时间 因为常常工作 剩下的时间很少 怎么经营这很少的时间 去正面的夫妻跟孩子的关系 我们下期再见 来 来